那就在柴油价格自由浮动机制开跑之前 吉兰丹国内贸易及生活成本局 加大了监管力度 拉大队到各地油站巡查 那所有的油站基本上都没有特别的情况 但是到北有一名男子 涉嫌准备走私柴油被逮个正着 此外当局也对付一名涉嫌囤积柴油的油站业者 马太边境走私补贴燃油活动猖獗 吉兰丹内贸局官员昨晚派出50多人 在州内东西南北巡查油站 所有油站基本上运作如常 没有大排长龙 但是还是有人敢在12点之前 做一些偷鸡摸狗的事 在到北华卡巴鲁某间油站 一名男子9点左右为一个桶增添柴油 以为神不知鬼不觉 但是下一秒他就准备好好解释吧 当局也扣押了男子使用的第二国产车 金丝雀叫车 同时取走涉及油站业者的文件 援引1961年供应管制法令彻查 至于另一宗案件 则是万劫县达望某名油站业者 以柴油供应部族为由 把每一单柴油交易设在上限100令吉 当局同样援引供应管制法调查对方 并取走一些文件 根据阿兹曼 整个吉兰丹共有245间油站 距离马太边境不到25公里的 共有48间 昨晚的巡查范围 涉及格达巴路 道北 巴西马和蓝斗班让等等 我们下达巴一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